并非赵锐,2米01李月如公布心仪对象,两个关键点最欣赏,球迷祝福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众所周知,女男当家核心,李月如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对方身高呢是2米18,和李月如在一起也非常的般配 但赵明义和李月如两人长相和发展程度相差甚多 所以当年就有很多球迷呢并不看好这段恋情 可是当时还有年少的李月如,仍然是小女生的心思 坚信自己的爱情,只是爱情的美好,终究会在时间上去暴露出最不堪的现实 李月如的倔强和坚持并没有等来回应,反而是等来了分手的消息 2022年的女男世界杯结束后,李月如在社交媒体上是亲自承认已经恢复了单身 此前的女男亚洲杯,亚运会等等赛事夹打在一起 也让李月如没有时间呢去考虑到恋爱的问题 如今李月如身上的任务轻松了很多 特别是看到李月如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打拼 很多球迷也关心起李月如另一半的问题 在篮球界当时不少球迷都非常看好单身的赵锐 特别是此前李月如还前往赵锐家饭店打卡和赵锐父母合影 更让很多的球迷期待两者能够走到一起 不过伴随着李月如公布了新衣对象后 球迷们也终于知道结果了 这个能配上李月如的人并不是赵锐 李月如曾表示最爱的偶像是歌手张杰 李月如也在多次社交媒体上喊话 恃爱张杰 看来想要当李月如的对象 最起码两个关键点是他最欣赏的 一个是阳光帅气 一个就是有才华 球迷们也是祝愿李月如能够找到自己心意的另一半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